咱们昨天讲的内容吧 咱们昨天呢 首先是讲了这个 讲了几个选择器是吧 一个是通配选择器 通配选择器呢就是信号 它代表的是选择 选择咱们页面中所有的标签 是这一字啊 然后尾类选择器呢咱们说尾类选择器有几个呀 有四个是不是 尾类选择器四个啊 这四个呢咱们说 咱们举例子的时候拿的是 这个A标签来举例子对吧 它首先有这个鼠标正常的这个 链接正常的这个颜色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鼠标点下去的样式 还有鼠标放上去的 是吧 还有这个鼠标点过的 点过以后的这个样式 是这样吧 然后咱们说这里头呢 这里头有几个啊 就是像这个 鼠标 鼠标按下去 鼠标按下去呢 它可以适用于别的标签 对吧 还有这个Hover也适用于所有的标签 是这样吧 咱们说正点掌握这个Hover 然后咱们又讲了这个尾元素 那这个尾元素的话 是不是一个是首行 一个是首字母 对吧 首行呢就是forst line 这个好记 然后首字母呢就是forst letter 第一个字 然后咱们又讲了几个 属性选择器 属性选择器呢 关键呢就是咱们这个属性名 然后有时候呢 属性名不太好区分 咱们就属性名等于属性值 就区分出来了 是这样吧 然后剩下的这三个属性呢 属性选择器呢 咱们说这个可以理解成是 咱们CSS3的一种选择器 也就是它这个选择器咱们不常用 能理解吧 这是咱们讲的第一块选择器 选择器当然咱们 昨天还讲了一个 这个兄弟选择器是吧 兄弟选择器 咱们能通过这个哥哥 这个标签呢 选到弟弟这个标签 但是咱们不能反过来说 拿着弟弟选哥哥是吧 就跟咱们那个子类选择器一样 能拿着负元素选子元素 但是你并不能拿着这个子元素 选负元素 然后咱们又讲了这个 这里头有一个航高吧 咱们又讲了一个航高 是吧 然后咱们说这个航高呢 咱们用的最多的就是 让文字在一个盒子中 垂直居中 对吧 然后怎么去做它呢 就是把航高的值 设置的跟盒子的高度一样 是吧 然后咱们又讲了这个背景 背景呢 其实最基本的用法就是咱们说背景颜色 然后背景图片 然后剩下像这个师傅平铺大小 位置 然后师傅受到这个滚动条的影响 渐变 这些东西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咱们这个背景的一些高级用法 背景的高级用法 然后咱们说其实最重要记哪一点就行 咱们只需要记一个background 然后一切都搞定 是吧 不用单独写 要颜色写颜色 要图片咱们写图片 当然了 更多的是咱们需要设置一个 一放了图片以后呢 经常要设置一个布屏铺 如果单独设置 咱们是不是有这个 -color -image -reput -size -position -attachment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渐变 渐变的话呢 咱们 昨天举了几个例子 像这个background linear gradient 这个呢 是咱们的线性渐变 对吧 是一条线上去变 当然也可以斜着一条线去变 那么镜像渐变呢 是它从中间向四周去扩散 对吧 可以设置成圆形 也可以设置成椭圆形 这是这个渐变 大家玩了一下这个渐变没有 没玩 没玩 我还想着说 我还想着说咱们这个渐变 讲了以后 大家应该是比较感兴趣的 可以自己玩一玩 没时间玩 没时间玩 那咱们又讲了内容一出 是吧 内容一出 就是一个overgroup hidden 对吧 主要是超出的部分呢 隐藏掉 然后咱们又讲了这个样式的分类 是吧 样式分类呢 总共是三种 一种是行内的 行内就是利用style属性 写在标签上 行内的一个样式 然后内部的这个 内部的样式 内连式的 内线式的 这种样式呢 咱们是style标签 就是咱们平常写的这种 外部样式呢 就是咱们写一个css文件 然后呢 使用link标签把它引入进来 这三种呢 咱们说以后做项目用的是外部样式比较多 咱们现在做练题的话 就使用这个内部就行 因为写的也不多 是吧 行内样式呢 咱们基本上 不常用 不常用 什么时候用呢 咱们以后呢 拿到别人的这个项目 然后你要修改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呢 直接写在标签上 是吧 优先级很高 这是这个样式的分类 然后咱们又说了 样式分类 它是不是有优先级啊 它的优先级中 咱们说行内样式 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然后内部样式和外部样式之间 并没有优先级 它们是否生效 只看它们是谁后渲染的 谁生效 是吧 谁后加载的谁生效 因为后面的可以覆盖前面的 对吧 然后在这个样式优先级中呢 咱们说 优先级里头 首字母 是不是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接下来是首堂 是吧 再下来是 important 对吧 important 就是专门强调一下 是吧 再下来是这个 ID名 再下来是 类和属性 是吧 再往下就是标签和通配 这个也不难 难的是咱们不好理解 这个权重叠加 是不是啊 权重叠加 咱们一开始呢 说这个人多力量大 是不是啊 人多力量大 因为咱们写的越多呢 它就越精准 选的就越精准 是吧 然后同样能选精准的时候呢 你用类名选和用标签名选 它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类名占据的这个比重比较重 是吧 咱们在这可以看到 类名占据的比重是10 咱们在这类名占据的这个比重是10 对吧 然后呢标签名占据的是1 最后呢咱们又得出一个结论说什么呢 12个标签名也比不上一个类名 是不是啊 对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不能跨等级 是吧 然后咱们最关键的第一点 你一看这个权重的时候呢 首先要看它是否准确的选择到咱们这个元素 如果它没有选择到元素呢 直接被淘汰 是吧 这是咱们昨天讲的内容